5月份起秀古兰西泛州旅游旺季开始受疫情影响 东莞处连续两年停办秀古兰西国际贩售铁人赛事 这个时候少了工部门的行销推广力量 泛州旅游人潮也下降 业者无奈指出目前也只有三成的泛州客来 行前安全讲习结束后 泛州业者带着全副武装的泛州客下到西畔 准备展开精彩刺激的秀古兰西泛州活动 那你们今天的人大概有几组 三组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了几组人马 现在的话就是第二组 这是第二组 就是从夏天泛州以来的第二组是不是 对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相较于往年 每趟几乎五六百人下水泛州的荣景 现在连周末假日就仅有三到四十人 更谎论平日 泛州业者含泪咬牙苦撑 住不到三成 目前为止 对 如果比较于同期的话 现在大概只剩一两成 之前泛州比赛就是代表泛州的开始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今年因为连续两年都没有办了吗 都没有办 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生意都 可能差很多很多 连民宿也都差很多 每年五六月份备受国内外泛州爱好者 关注的秀古鸾西国际铁人三项赛事 观光局东莞处也因为疫情关系而连续两年停办 烧了工部门行销推广的力量 今年的秀古鸾西泛州活动似乎也跟着冷清登场 我们对于这个泛州活动部分还是会继续支持 然后也会在相关的一些媒体产线 或者是一些行销上面来这个力道上面的一个加强 就将近30年产业历史的花莲秀古鸾西泛州活动 堪称是台湾泛州产业的鼻祖 也是在地观光产业重要的火车头 但近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泛州人潮逐渐退缩 业者苦心经营 每年紧紧把握5到11月份的泛州季节 咬牙苦撑着秀古鸾西泛州产业最快招牌 记者是宇兰瑞士采访报道